它是世界上最方的鱼类 看起来就像一个行走的方块 它也是一种十分可爱的动物 好多人都将它当宠物饲养 大自然是一位十分出色的设计师 地球上生活着形形色色的奇怪物种 一眼看到这种动物图片 好多人都以为是假的 因为自然界的动物 大部分都是椭圆形 或者不规则形状 如此有棱有角的方块 大自然觉得很不可思议 实际上这是地球上真实存在的动物 它的名字叫做盒子鱼 又名为香屯 香屯是一种生活在世界各地 温暖海域动物 它们一般将巢穴建造在珊瑚礁上面 成年以后的香屯 一般都是成双成对出现 还没有成年的香屯 则是几条结成一群 在珊瑚礁之间游大 香屯的外形十分奇特 看起来就像一个移动方块 浑身上下被一个箱子形外套包裹着 这个方块箱子由古板构成 眼睛 口 鱼鳍等地方留有孔洞 由于外形奇特 不少人都会养一只香屯当宠物 萌萌的外形 会给主人带来很多欢乐 香屯的主要食物 这些海藻 海草 以及珊瑚礁表面上的珊瑚虫 它们会利用啃食的方法进食 香屯虽然不是游泳健将 但是它们能够在珊瑚礁的缝隙中 灵活地钻进钻出 大大方便了觅食 一旦遇到危险 香屯会从皮下分泌出一种剧毒物质 不过这种物质的毒性很强 如果在体积有限的鱼缸中排出 香屯自己也会受到伤害 因此 香屯只会在遇到危险的时候 才会使用 受到身体结构限制 香屯无法膨胀 或者弯曲自己的身体 其塞布盖子也没办法活动 雄性香屯和雌性香屯的颜色 一般不相同 它们的体表颜色 在紧张情况下会发生变化 香屯的肉质十分鲜美 是一种重要的经济鱼类 吃餐桌上一道不可多得的美味佳肴 香屯也是一种比较好饲养的鱼类 除了要有稳定的水温和胶岩环境 最好单独饲养 防止香屯 受到惊吓 分泌出毒素 将其他鱼种杀死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下期我们会带来更加有意思的视频